接下來關心反克剛微調爭議的後續效應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昨天晚間發表的聲明 就市警局侵犯了記者的採訪自由 特別致歉 不過柯文哲也認為 反克剛微調是教育部挑起的意識形態爭議 他站在脫口說出 打手的說法引發各界哗然 唉 我跟你說 我是不太贊成 因為坦白講 這種克剛還是意識形態的 這種兩極意識 第一個教育部去修改那個克剛 本身就是挑起意識形態 那當民進黨13個縣市長也在聯名的時候 其實我是蠻為難的 我覺得在這種兩極對抗的狀態下 我們要保持中立都保持得蠻辛苦的 教育部長當然是有權力就是要告這個人 但是是不是不要用這種方式來彰顯他是 這不是好的教育啦 我覺得 你會建議教育撤高嗎 我當然 我會建議他撤高啊 但是但是反正 不過他也是打手啊 他也沒辦法 哎呦好啦好啦 我又失言了 不要問啊 反克剛學生夜席教育部 教育部長吳思華決定尋求法律途徑 對學生提告 不過柯文哲今天的話似乎又說得太快 他認為教育部不應該用這種教育方式 並且建議吳思華撤高 至於市警局當天逮捕現場的三名記者 柯文哲認為市政府沒有疏失 這一次不會對下令的中正一分局長 展開懲處作業 柯未來會就緊急事件擬定相關的標準作業程序